中国女篮对阵美国下半场 咱们的最强秘密武器 也就是双塔 终于是同时登场 咱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场军业会 中国女篮对阵美国队比赛 第三节李梦 转身上篮 漂亮 这场比赛李梦对于内心的冲击 做的也是非常的坚决 下半场中国队这边首发这种 中锋岁孟然 大前锋潘真奇 小前锋李梦 后位是金家宝王立比 这球李梦又是助攻孙孟然 上篮得分 潘真奇篮篮板球 给到金家宝 潘真奇篮篮板球 好球 上篮得分 这球扔了个三不战 这球刚好是算着一个助攻了 李梦 对抗之后一个抛头 造了一个犯规两防 李梦的罚球 第一罚有了 两罚全中 五队这边篮向上篮得分 金家宝给到李梦 对抗之后上篮 漂亮 第三阶一上来 李梦是连续得分 这球给了潘真奇的犯规 对方两罚 王莉莉 给李梦 还是篮一下强打 这个球 打鼠犯规 李梦还是罚球 这个球没有给投篮犯规 潘真奇 解数不来的掩护 篮要是完全的枯位 轻松上篮 分仗来到四个分 李梦 给潘真奇 再回李梦 每个队这边的犯规 篮下孙梦然 闪开防守 好球 擦板得分 下半场 基本上中国的所有得分 都是来自于李梦和孙梦然了 美国队的一个进攻犯规 这次中国队也是做出了换线调整 双塔同时登场 韩旭加李悦汝 上来就是韩旭助攻李悦汝上来这份 外线是赵爽王雪萌以及贾秋教 刚才镜头一扫而过 是韩旭的父亲 好球 就是韩旭轻松得分 李悦汝的一个大帽 赵爽推反击 给到王雪萌 加秋教 再分李悦汝 连续的转移 给到低位的韩旭 翻身中投 这就是没有投进 哇 美国队这边是投进了一个三分球 王雪萌 好球 非常漂亮的一个突破 美国队叫了一个暂停 再回来就是第一波 中国队是防下来 李悦汝 给到赵爽 就现在韩旭两个人包夹 好球 这次传得非常的清楚 双塔 就要发挥到双塔的这个优势了 韩旭是有一定这个中远头的能力 然后李悦汝的篮下中远能力更强一些 两人行着高地位的话 这个打法就变得是非常的丰富多样了 我这忽然间是找到了三分球的手感 连续三分 又是韩旭 中投 李悦汝有板 这个球被切掉 叫踢球 84比44 还是40分的分场 赵爽 给他含旭 王雪萌 起来 连续的传导 莫家吃球人 这边美国队突进来 拦下李悦汝 出了一个打手犯规 两罚 这一截犯规数咱们是三个 美国队目前是四个 还是高地位 这次韩旭站内线 三秒伟立 李悦汝这个球传的时候 感觉很犹豫 给进去的时候韩旭已经没有太多的 可以施展的空间了 稍微运球就三秒伟立了 又是李悦汝的犯规 这次两罚都进 李悦汝 再腰位 转身上篮 漂亮 甲修椒的一个抢断 李悦汝 再回传 甲修椒空位 好强 这场球别的不说 三分球太准了 哇 柳队就像刚才说的 找到三分球的手感了 也是连着进三分 柳队 给到赵爽 再分含蓄 转身 勾手 再起 有了 最后一攻 甲修椒 也就强起 吹了犯规 可惜甲修椒 三个罚球 就罚进了一个 这样三下结束 稍后一起来看 第四节